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日一书,本期要分享的书是《天才假象》,作者是英国乒乓球名将马修萨伊德,凭借自学考入牛津大学,攻读政治学,哲学与经济学,以一等成绩毕业。 他雄聚英国拼弹榜首近十年,并两次代表英国参加奥运会,现在是《泰晤士报》专栏作家。 人们常常认为,天赋在很多人的成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,只要有聪明的头脑和杰出的思维能力,在不熟悉的领域也能触类旁通,做出堪比内行的正确决策。 在本书中,萨伊德从体育和音乐等领域入手,证明了天赋的重要性被人们高估的事实。 他表明,成功无一例外,都是长时间刻意练习的成果,这一原理适用于任何能体现业余与专家表现差异的领域。 萨伊德还探讨了我们可以如何利用心理效应,获得和保持成功,以及一些关于成功的流行偏见。 他通过亲身经历揭示了临场发挥失常现象的心理机制,再次印证高水平专家表现是经过大量练习后技能内化的结果。 相信努力而不是天赋,能使我们更顽强地面对失败的冲击,更理性地享受成功带来的荣誉。 来看第一部分,天才神话是假象。 为什么作者认为,那些所谓的天才神话,只不过是假象而已呢? 比如莫扎特,我们知道,莫扎特五岁就开始谱曲,六岁就弹得一首好琴,十岁前已经创作了不少曲目。 这对一个孩子来说,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。 但是后来,经过更进一步的了解,才知道莫扎特的父亲,本身就是位著名的作曲家和演奏家,而且还出版过关于音乐教学的教材。 莫扎特还是婴儿的时候,就开始接受来自父亲的音乐培养,到了三岁,开始接受高强度的作曲训练,还有演奏训练。 莫扎特还没过六岁生日的时候,练习时长就已经达到了三千五百个小时。 而且,即便如此,莫扎特童年和少年时期创作的曲子,跟长大后的创作相比,也完全不在一个水平上。 他的第一首被视作传世佳作的曲目,第九钢琴协奏曲,创作于21岁。 我们当然可以认为,21岁的莫扎特是年少得志,但同时也必须记得,在那之前,他已经接受了18年极其艰苦的专业训练了。 所以,这就是为什么,几乎没有业内人士会说,莫扎特是神童。 但他们会敬佩地说,莫扎特是史上最勤奋刻苦的作曲家之一。 如果没有不懈的努力,也就不会有我们所知道的那个音乐天才莫扎特。 作者认为,神童其实只是把正常人达到同样水平所需要的练习时间,压缩到了从出生到童年这段短暂的时光里而已。 即使有些孩子真的是天赋一柄,也只是在开始的时候比旁人学得快一些,但要想达到卓越的水平,大量的练习依然不可或缺。 而这类现象,在运动领域体现得更加明显。 作者说,仔细研究那些年少成名的运动员,你会发现,他们成长的轨迹很相似。 很多知名的体育冠军,他们往往从小就比别人训练得更加刻苦,于是比别人更早地进入到了专业训练队,在队里的努力程度也是数一数二的。 就这样开启了一个加速的循环,把其他人越甩越远。 比如,谷爱玲在夺得冬奥金牌之后,曾经在新闻发布会上,谈到了对自己出色表现的看法。 她认为,在这里面,天赋最多只能占1%,而剩余的99%都来自于努力。 她说,我其实不知道我有没有天赋,即便有,肯定也非常小。 我觉得天赋只能帮你在最开始滑雪的时候,学习的速度比别人快一点。 但是,当你开始练习那些非常有难度的动作的时候,当你必须坚持去健身房训练的时候,当你必须自己进行心理建设的时候,都要靠努力,至少99%都是努力。 训练的时候,我会第一个到场地,最后一个走,拍完8-10小时的时尚杂志照片后,还是会去健身房训练,假期时每天训练4小时,每周完成一个半程马拉松。 没有人跟我说必须这么做,这都是我给自己制定的计划,因为我知道努力是最重要的。 所以,我们可以看出,你想有卓越的表现,就必须疯狂地练习。 那些所谓的天才神话,只不过是假象,让我们误以为,成功有捷径可走。 但事实上,捷径是不存在的,练习才是成就卓越的关键。 比如,1826年,李斯特创作出了12首超级技巧练习曲。 在当时,人们都认为,这些曲子的演奏难度太大了,除了李斯特本人之外,几乎没有人能弹出来。 而今天,能弹出这些曲子的钢琴家数不胜数。 这些进步就是因为,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投身到这些领域,每个领域内部的竞争越来越激烈,人们练习的时间越来越长,积累的经验也越来越多了。 那么,要练习多久才能达到卓越的程度呢? 作者告诉我们,针对这一问题,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,并且给出了一个确切的答案,那就是,想要在任何复杂领域达到世界顶级水平。 至少需要练习十年。 而后来,社会学研究者,著名作家格拉德威尔又进一步把十年法则改写成了一万小时法则。 因为,根据他的研究,要成为顶级的演奏家,每年大约要有一千小时的高质量练习时间,这个过程要坚持十年左右。 再来看第二部分,如何通过后天努力,打造天才般卓越表现。 对于这个问题,除了需要练习十年,或者说,需要一万个小时以外,还需要保证练习的质量。 作者认为,强目的性,是高质量练习的保障。 这样的练习被他称为目的性练习。 目的性练习要求我们在练习的时候,不能只是想着只要时间到了就行,而是需要我们有明确的目标,不断地突破自我。 具体来说就是,你要努力去做凭借现有能力无法完成的事情,一旦做到了,就立即转入下一难度,如此循环往复。 20世纪90年代,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关于花样滑冰的调查,发现,一流运动员和二流运动员之间最主要的差异,不在于基因、品性或是家庭背景,而在于训练类型。 一流运动员通常会尝试超越现有能力的跳跃动作,二流运动员则不会做这样的尝试。 也就是说,这些动作,即使他们发挥自己目前的最佳水平,也很难完成。 所以,一个伴随而来的数据就是那些最优秀的运动员,在训练过程中跌倒的次数反而更多。 这也提醒我们,要想完成更高效的目的性练习,我们就必须走出舒适区,承受更多的痛苦,接受更多的失败,这是从普通迈向卓越,极其关键的一步。 研究表明,在你采用恰当的方式,进行目的性练习的过程中,其实也是在一点一点重塑你的身体。 比如,医生发现,长跑运动员的心脏比普通人的大,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生来如此,而是长期训练的结果。 还有,和普通人相比,乒乓球运动员的手腕更灵活,打字员手指更灵活,芭蕾舞者能以更多角度旋转足部等等。 不仅是人体,人脑同样具有很强的可塑性。 比如,德国康斯坦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,年轻音乐家负责控制手指的脑部区域,跟他练习时间的长度成正比扩大。 还有,一项针对伦敦出租车司机的研究发现,由于出租车司机们要经历一组非常严格的考试,付出更多的练习时间,所以,他们掌控空间导航的脑部区域比非出租车司机的大得多,而且从事这一行业越久,这一脑部区域就越大。 所以,即使你真的先天在某些硬件条件上有点不如别人,但是,后天通过长时间的目的性练习,依然有可能达成卓越的表现。 那么,怎么才能长时间地坚持目的性练习呢? 来自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德维克发现,导致人们在练习持久性上的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,是思维模式。 我们先来看德维克进行的一项实验。 这个实验的研究对象是330名五年级和六年级的学生。 他先是让这些学生填写了一份问卷,为的是调查一下,他们是否相信智力是由先天基因决定的。 然后,他把选择相信的学生放在一组,不相信地放在另一组,并且给每个人发了同一份试卷。 试卷上有12道题,前8道很容易,后4道几乎无解。 在做那些容易的题的时候,这两组学生的速度都差不多。 但是,遇到难题之后,他们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状态。 那些相信智力是先天决定的学生,尝试了一会儿没解出来,就气奶了。 有的人开始乱做仪器,还有更多的人选择了放弃。 但是,那些不相信智力是先天注定的学生,超过80%都能坚持解题直到收卷。 而且,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越战越勇,不断调用新方法,尝试用更复杂的策略解决难题。 有几个人甚至真的解出来了。 根据心理学家德维克的总结,两组孩子的表现之所以有差距,跟智力水平并不相干。 关键在于,他们各自的思维模式不同。 德维克把那种相信先天决定论,相信天才神话的思维模式,成为固定型思维模式。 把不相信天才神话,相信后天努力能够提高能力的思维模式,成为成长型思维模式。 研究表明,固定型思维模式的人,经常会在困难面前妄自菲薄, 感觉是由于自己先天能力不行,才会觉得困难,所以比较容易放弃。 而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,在遇到困难的时候,会更多地表现出赢难而上,坚持不懈的特点。 而且很多人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有所进步。 比如,作者作为一名英国乒乓球运动员,曾经来到过中国国家乒乓球队的训练中心参观学习。 他说,在这里,你能深刻地感受到,中国国家队的训练强度,坚韧程度比其他几乎所有球队都高。 比起天赋,他们更相信,奖牌是用汗水换来的。 可以说,整个训练中心,都充斥着浓厚的成长型的理念氛围。 这样的氛围,可能正是中国能在世界乒乓球赛场上捋拔头筹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那怎么才能培养出成长型的思维模式呢? 作者去美国的一家知名的网球学校,波利泰尼参观学习的时候,发现,这里的训练氛围之所以比别的网球中心更加积极、火热,是因为他们在训练的过程中,会称赞学生刻苦努力,而不是天资聪颖,会抓住一切机会向学生强调练习的决定性作用。 会告诉他们,失败没有好坏之分,只是一个提升自我的机会。 在作者看来,波利泰尼的这种赞扬努力,不赞扬天赋的训练方式,就是一个很好的培养成长型思维模式的示范。 好了,这本天才假象就分享到这里了,我们下期再见。